小脖子甜酒,卖甜酒了,云丹甜酒了 这种贩卖甜酒的腰火声是许多长沙人海体时代共同的记忆 在冬日里,一碗驱寒暖味的甜酒冲淡 一直在长沙人的饮食器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位于长沙闹市中的杨家甜酒是长沙为数不多的甜酒专卖店 店内装修十分简单 下午三点,店内已经聚集了不少食客 我们夏天也来,冬天也来,冬天的话喝这种热的东西就很暖和 热的时候很暖和 这个甜酒呢,我觉得用料是比较足的 因为我之前在一些地方吃的,然后就是碗比较小 酒糟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我是来过长沙几次 但是第一次来吃这边的甜酒吧 我觉得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跟我以前吃的是有一个区别的 然后因为好像这会甜一点点吧 然后我觉得其他的会酸一些 但是口感还是不错的 家在长沙方言中是爷爷的意思 而杨家甜酒的老板杨有良也是个地地道道的老长沙 1987年杨有良开始经营甜酒生意 这一做就是33年 他告诉记者 现在像他这样的手工甜酒档在长沙已经没有几家了 制作过程中 甜酒会随着温度而变化 必须时时刻刻守着才行 稍不注意味道就会有变化 如今一到退休年纪的杨有良把甜酒生意交到了儿子杨鹏手里 而对于从小看着父亲的甜酒档从音量小推车 慢慢演变成店铺的杨鹏来说 甜酒的制作流程早已烂熟于心 杨鹏告诉记者自家的甜酒能一直受到长沙本地时刻的喜欢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家制作的酒曲 而目前长沙能制作酒曲的手艺人已经很少了 像长沙的甜酒分个小脖子和大脖子 像它两种酒从酒曲上就有明显区别了 这个小的酒曲就是做小脖子的 小脖子虽然是偏向于甜味 然后吃起来有一种二氧化碳 然后发酵的气泡口感 是相当于长沙夏日的甜品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脖子 大脖子就偏向于酒味一些 因为它要煮甜酒充满 然后煮太原 它煮的时候要有酒香和米香 在杨鹏看来 长沙人对于甜酒有之近于苛刻的要求 而对于将来的打算 杨鹏表示 唯一想的就是把这份味道不差分毫地保留下去 首先把这个味道要守住 酒曲觉得是还是要把这个原原本本的 不改不更改也不添加地把它守下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